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主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文章中的主要内容 这主要内容比主题可能要简单 要明了 就是说画面中尤其只有一个主题 只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你说这个画面中你都想要 前面那些塑料的篮子 要 后边那些人物 老大爷 要 在后边那红伞 要 全要了 你能看懂这什么照片吗 有些人可能能看懂 他可能一眼能看到那小孩 但是更多人可能瞟一眼就过去了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精简一些元素 后面不要那么多行不行 我们就留内衬 我留下内衬了我就知道这是个市场 是不是 后面何况他写的巴拿拿呢 他写的香蕉呢 是吧 右边还有菜呢 所以下面铺个被子 下面篮子还留一点就完了 不用留那么多 这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所以你可以精简一下 别是贪大求全 我这也要 那也要 那你就完蛋了 因为谁都不知道你还说什么了 谁主角呢 秤也是主角 孩子也是主角 后面的老大爷也是主角 这就不对了 所以精简画面啊 总是可以给我们带来 更明确的一个主体的 那第二个画面呢 是在这个大朝寺啊 释迦牟尼佛前面呢 有一个游客 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棉袄 正在这前面走过去 这是冬天 所以穿的比较多一点 那么游客因为是这个快速走动的人物 而我使用的是十五分之一秒 还是八分之一秒 我忘了 所以它是有一点点模糊的一个样子 那么这个画面里面谁是主体呢 谁是最重要的主角 那无庸置疑 肯定是佛像是最重要的主体 他不是这个人物是最重要的主体 不管你从哪个方面来分析都是一样的 人物比较暗淡啊 人物比较模糊了 他都不是主体 所以主角就变得非常的明确了 一直无压 这个画面谁是主体呢 只有它是主体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那个陈佩斯和那个朱丝茂演的那个小品 两个人抢主角配角 对吧 那个小品的名字就叫主角配角 那陈佩斯后来就想想 想跟那个朱丝茂一起做主角 两个主角那怎么行 所以一个画面里出现两个主角 绝对是不可以的 那个小品还给我们另一个启示 就是帅的那个得当主角 你不能说丑的那个当主角 或者不好看那个 长得比较幽默 但是不那么帅的那个人当主角 那比较困难这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们拍叶老师拍我 拍我的之后呢 后边放一特美的大美女 然后你两个人都拍清楚了 你非得要说叶老师主角 那谁姓呢 大家都看美女去了 是不是都不看我的脸 所以呢你非得要把我做主体的话 就是你别拍后边的美女 你要拍后边的美女的话 你就干脆别拍我 一山不容二虎 何况还是一虎一猫 猫是绝对成不了主体的 所以这个画面里面 你们可以看一看 这是那个安华 我的这个老家的这个双桥 两个风雨狼桥连一块 出了一个桥 下面还有一个桥 这也是原来那个马队 运黑茶出这个湖南的地方 那么这个画面里面的前面 这个桥 因为我是在这个桥里面的 这个狼桥里面 所以它是比较暗淡的一个状况 外面那个桥呢 既是比较亮堂的 也是比较这个整体结构 比较完整的 而且呢 它是我们这个对焦的焦点 所在的地方 所以它是最清晰的 无论怎么说 它都是主体 旁边的这个都是俯衬 甭管它占多大面积 对不起 它只是对环境的交代 只是对这个地理特点的一个交代 那么接下来这张照片很明显吧 主体应该是这个姑娘 为什么 因为后面那男孩都是模糊的 万事如意 那个字肯定不成为主体 因为它只是对这个环境 做了一个交代 这张照片我老说是吧 是在那个银行的年终晚会上 我拍到了一个普通的人力资源部的 这个女孩的演奏音乐的场景 因为这个女孩非常热爱音乐 所以我拍这张照片 我自己非常喜欢 她也非常喜欢 就是因为把它热爱音乐的这个范儿 给拿出来了 那么下面这张照片呢 是这个非常有蝉意的 一个晒太阳的袋鼠 你肯定不会怀疑 这个画面有第二个主体 主体 就在它这张大脸上 没有第二个可以抢劲的东西 这张照片是我夫人 在这个印度参加 我们的好朋友的婚礼时候的一张照片 你可以看到后面的人 虽然很有特点 但是我们要刻意的把它模糊掉 要明确画面的主体 这个画面的东西会稍微多一点 有孩子有备单 后边还有一些绿植 有一辆车 上面有车牌 车上的东西就多了去了 上面还有一些反光 车灯 车的型号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孩子成为 无庸置疑的一个主题 那这里我就要多说一句 就是说这个摄影的构图里面 这个人物 他总是非常抢眼的 即使的面积很小 他也是很抢眼的 我们的这个摄影构图的时候 拍完以后 给人看照片的时候 别人看到那张照片呢 他是有先后顺序的 他不是说一眼就能 把整个画面的所有东西看完 他得有先后顺序去看 这个先后顺序 如果按经验来说呢 是先人 后动物 然后呢 是这个食物 最后是这个人造物体 然后啊 排名最末的 才是自然界物体 为什么这么排名呢 因为我们人的这个习惯 因为这个进化的原因 我们总是最关注 跟我们生活最贴近的一些东西 就是最能改变你的生活东西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人 对面人走过是一个罪犯 还是一个这个活雷锋 那你下半辈子可能都不一样 是吧 所以呢 这个人 只要出现在画面里面 我们就特别关注 即使他站的面积很小 就像现在的照片一样 即使他站的面积很小 除了人以外 我们就会关注动物 为什么关注动物 因为那动物 在我们这个古时候 这个原始人的时期 不是你吃他 就是他吃你 这个事还是很关键的 是吧 所以我们脑子里面 还是很关注动物的存在的 而动物以后 我们才会关注食物 就是那些什么蛋糕啊 那个菜盘里面的菜啊 等等的 我们把食物都看完了 我们才去看那个环境 人造物体 这个房子怎么样 最后我们才去看 那个远山啊 那个天空的云啊 等等的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啊 如果你把一只猫 和一个人摆在一起 那很可能 那个人会成为主体 如果那个人不模糊掉的话 是吧 都清楚的话 如果你把一个食物 和一个风景摆在一起 那个食物 很可能会成为主体 比如说 埋树的苹果 那后边是远山 大家都去看苹果树了 根本就不看那个远山了 对吧 所以你不能颠倒过来 你不能说 我就是要拍这只猫 然后拍一个城市 我要把那个城市的大楼 当主体 这只猫当配角 很难的 除非你把这个猫拍得特别小 要不然 你所想表达的这个主体 就是这个城市的这个楼 和你的观众 看到了这个主体 他们认为是这只猫 这就有一个错位 我们刚才说了 主题上 它可以有一定程度的 这个多种理解 多种解读 但只要大体上 别出大错就行 但主体呢 是不由质疑的 它一定要是一个 非常确切的东西 千万不要让你的观众 看了这个图片以后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不知道最重要的是谁 那你的照片 就出了大问题了 那就真是一张 不及格的作品了 所以呢 这就是关于我们这个 做图片的思考的部分 你的主题是什么 你的主题是什么 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把这个搞清楚了 我们就 及格线以上了 这堂课 你可以想想 才十几分钟 我们已经把大家的 这个摄影水平 至少排到六十分以上了 接下来的事 就会 难度会稍微大一点 但是呢 会更有趣一点 那么 我这里再多给大家 讲一个知识吧 就是因为这个 主题和主体 都已经确定以后啊 我们其实就可以 给这张照片取名字了 因为这个取名字呢 很多人是比较 伤脑子那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不知道怎么 给这个照片取名字 好但偏偏 我们在投稿的时候啊 发表这个报纸啊 大致上的时候啊 参加比赛的时候 展览的时候啊 都要取名字 有时候甚至还要 写一些说明 很多人对这个事情 非常烦恼 我现在简单的 教大家几个 这个取名的 技巧好吧 第一个呢 是以主题为名 那这个简单 这个 赵露同学 我们一个学员 拍摄的照片啊 他这个 就叫人家照片叫行人 那不挺好的吗 行人走在大商场里面 走在这个 二楼 这个还是鸡楼 这个廊桥上面 是吧 那 以主体为名 也是可以的 就是你拍的这个物体 是什么 还是赵露同学作品 这张照片拍的 就是一些船 那你就叫做渔船呢 你还叫做什么好呢 要不就你就叫做婉归吧 婉归是什么东西啊 婉归不是这个主体了吧 不是一个东西了吧 对吧 婉归是个主题 所以这张照片啊 可以从两个方面的取名 主体上取名叫渔船 可以 主题上取名 叫做婉归 也可以 那接下来呢 是主体和主题 结合在一起的 一种命名方式 比如这张照片吧 变迁中 这是主题 城市 这是主题 是吧 有人说 这不是有人吗 人不是主体吗 人不是主体 你看见他人脸了吗 他就一鹤脑勺 准确的说 鹤脑勺那么就一头发 然后背上写的 一个重庆园林 你可以想象 他不还是跟那个城市 相结合的一个文字吗 对吧 所以这个画面的主题呢 是变迁 主体呢 是城市 那结合在一起 这个照片的名字就出来了 接下来 第四种方法呢 是联想 用联想来取名 可以吗 这是在那个大白天的 在那个重庆新修的 一个桥底下 赵禄同学仰头拍摄的 一个树的树叶 这个树的树叶 是被阳光直射的 不过这个背景呢 是那个桥底下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个桥底下是没有阳光的 那就是一个比较暗色的 一个场景 树叶又被直射的阳光 照得如此的发光 如此的亮 加上这个树叶 有一处一处 你看见没有 它是一个 从中央发散开的一个形状 所以就特别像那个雪花 那么基于这个联想呢 赵禄同学就直接叫 这张照片叫雪花 这个很恰当 没有任何问题 在构图上 它也摆得非常好 虽然这个雪花密布 但是它还是留了一些 空余的地方 这样的话 有树有秘的结合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 命名方法呢 是叫做抽象具象 就是说 从抽象的画面中 去取一个具象的名字 比如说长江索道 这个画面 其实好多人都看不出来 是长江索道 这个抽象的画面 它就是一个 由左上角的倒三角 中间的斜线 和一个长方形 挂在空中的长方形 所形成的一个 完全由形和线构成的 抽象画面 那么在这个抽象画面里面 它取一个具象的名字 这叫抽象到具象 取名方法 长江索道 那么还有什么 取名方法呢 倒过来 从具象的画面中 取抽象的名字 比如说 这是个特别具象的画面 小姑娘在街头 拉小提琴 笑得很灿烂 这个讲得很清楚 那么现在呢 它没有给这张照片 取一个特别具象的名字 比如说街头拉小提琴的女孩 这是一个特别具象的名字 它不这么做了 它直接给这张照片 取名叫街头的音符 音符在哪呢 看不见啊 所以就是具象的画面 却取了一个抽象的名字 当然了 这张照片也可以 叫它拉小提琴的女孩 那是以主体命名 刚才我们说过这个问题了 那么这张画面呢 是以家来命名的 具象的画面中呢 其实就是一个 屋顶上的猫 对吧 你可以这么取名 但是呢 家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如果光以家为题目 让大家写个作文的话 估计都能写得了好几千字 对吧 什么地方叫家呢 有爱的地方就叫家 有母亲的地方就叫家 这是一个大猫 和一个小猫 你可以看到那个小猫没有 所以它用一个家呀 既有一些联想的空间 又是以主题来命名的 而且又是用一个 这个具象的画面 到一个抽象画面的 一个取名的过渡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样的取名方法 有多巧妙呢 所以这节课给大家讲了两个支持点 第一个是关于构图线的一个思考 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要明确得了 第二个呢 就顺带说了一下 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一旦明确了 取名字也就不是什么难题了 今天讲的这几点呢 将会贯穿我们整个构图光线 色彩的学习过程 这一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许打赛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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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次爆发回大功长 saç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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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轅 � observed 你还 colour项目的 多我们语叢阅 次能 pon旧 然后就黠个地